我们继续 我看今天能不能把四地操完 真是没想过这么长 因为五地很好玩 四地想赶快把它操过去 菩萨著使 聚功德 以智方便修行道 不为众魔心退转 必如妙宝 无能幻 形容四地 胡扎在四地里面的功德 所具备的一切的功德 以智方便修行道 这时候 以智慧 行种种方便 的运用 所谓修行 它涵盖了 自身对内的 对体的修法 更也涵盖了 包括了对外行德的修法 修行 修行本身不是只有自己 坐在那边干嘛也搞木石灰 修行一定涵盖了对外 对外种种方便 来帮助度化众生 建立取得来 所以不为众魔心退转 不管遇到的呢 任何的情况 任何的干扰 没什么好退传 事实上呢 入法信 出法身之后 心里呢就起了一个根本的一个变化 就这一生再怎么样也不过就是这样 不管它再怎样了 最糟最惨再如何也就是那样而已 然后呢 就算这一生呢 过了极其惨烈完了以后 它回归自己的净土了嘛 入法信 出法身了 所以这一生呢就好像 再怎么惨了 就像 去住院个几天 就是如此而已 例如妙宝无能坏 所以这种心理状态呢 如果能够建立起来的话 这一生呢 已经能够修到佛圣大法了 不管呢 遭遇经历再怎样 反正呢 在法统传承之内 这一生该怎么走 走完了 一定可以到长期光头 那也没有什么了 这个就叫获达 这个呢就叫不拘 解脱束缚 这一生该怎么过呢 该怎么被过 就是这么过完 因为呢 你知道即将的 在法统传承之内 你非常是安定安心 波瑞呢 非常的自在 你必将 往生进了吗 老祖师答案下来的 的确 我们的证据证明呢 就是 往生米呢 所撒出来的设利 既然有设利的话 最少就一定代曰往生 这些既然都已经确定了 这一生就 尽心尽力就过了 那什么朝日都变得反而不重要 就好像今天 你不管怎么过 明天你会继承了 一大笔财产 今天就过的 就是算没东西吃野 就这样嘛 明天时间到了 就记着遗产一下 祝此多处 厌天王 与法志在众所尊 感谢您的观看 那各位呢 我們一路操心下來 實地品也好啦 之前的金光精也好啦 心精啊 尿花零花精啊 普門品啊 微佛聖品啊 大家呢 應該會有順便做一下 自己的修行筆記 日常筆記 你應該是有做的 所以你在抄到哪一段的時候 在哪一段抄的時候發生什麼事 或者世間福報 或者世間煩惱親近 或者修行突破什麼等等的 這個各位呢 應該是有做筆記下來的 透過這樣的筆記呢 我們可以回頭再來看哪一段經文呢 跟自己啊有哪些 什麼樣子的一些英文 音源應用 這個呢 到時候回頭自己看自己的 日記 自己就應該可以看到了 我還沒有寫的 你沒有偷寫 還是你根本就已經來不及寫 你一偷寫 哎呀 就 嘿嘿嘿 普化群生除惡見 專求佛制修閃 你看看 對外行得 對內行體 對內修體 普化群生 除惡見 所以各位你看看這個 群 有沒有看到群這個字 普化群生的群 群呢跟風一樣 山風的風一樣有兩種寫法 一個是君在左 右邊是陽 一個呢君在上下面是陽 風也是一樣 一個山在左 一個山在下 導師習慣的寫法跟這個 跟這個 經文裡面的一樣 我大部分寫的是左右 你看我平常寫個群字 或風字的時候 大部分寫的是左右 不是寫上下 看個人習慣 看個人習慣 但是呢 可能在經典裡面看多了 所以我比較習慣 寫左右的 來專求佛制修閃業 他說菩薩勤家精進禮 更精進 四弟版就是精進嗎 或三妹等皆一數 一億來算的 一億來算 菩薩勤家 菩薩勤家 金進禮 或三妹等皆一數 就一億來算 一億來算 若與願自利所為 若與願自利所為 但是呢 會隨意你的願力 還有修行所啟發的智慧呢 更是會 百倍數倍 若與願自利所為 過於此數無能之 過於此數無能之 這呢更是廣大 如是菩薩第四弟所行 清淨為妙道 鎖心清淨為妙道 鎖心清淨為妙道 公德益智共相應 公德益智共相應 我們講過 罪德是通往鎖道的兩個輪子 二代主持人的一句話就講透了 公德益智共相應 五位佛子與先說 五位佛子與先說 好 喜曜碗龍 再來呢 他説 眾菩薩們 大家呢 聽聞到世帝的種種的功德 修行 就一番讚嘆 讚嘆裡面 菩薩文齒聖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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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些大菩薩 早就都知道了 是說給我們聽的 這大菩薩早就已經是都八弟在那裡了 所以呢 歡喜是為我們歡喜的 空中與華 讚嘆言 天與曼陀羅華 天與善花 彭寶哥 大家很讚嘆 善哉大事 金剛戰 自在天王與天宋 文法勇躍諸虛空 天裡善發呢 再來呢 是自在天的天王跟天宋 現在在形容呢 講完了這些世帝的不可思議 法聲量之後 一些天人們 踴躍歡喜 文華踴躍諸虛空 自在天王之後呢 沒有怎麼樣 種種的讚嘆共揚呢 釜放種種沒有光雲 所以記得有一次在拍番主語傳說的時候 大師與小語 就拍攝到佛頭來的時候 主持廟呢 這邊呢 上面的雲呢 有彩色的雲 很漂亮 共揚如來洗蟲片 就算是自然界的某一個現象 難得的一個氣候天氣的現象 但是呢 就是那個時機點 出現遇動 就是因緣很老 天諸彩女奏天樂 天諸彩女奏天樂 在佛 種種的音樂 或者是呢 上門 拉在王國聳呢 就是在身陀裡呢 一言十而歌在佛 一言十而歌在佛 西以菩薩為神故 與彼身中發誓也 大家呢 因為你知道金剛上的實力菩薩嗎 以金剛上呢 不可思議的加持 大家呢 出同一個聲音 與彼身中發誓也 以彼身中發誓也 坦夜 東西 以彼身中而且 只能止 出來 często 不時 又開 大家一起赞叹 佛法的不可思议 怎么个赞叹呢 佛愿久远今难以满 今天呢终于可以圆满了 久远以来 佛道久远今乃德 天人们终于有这个大机会 德文如是为妙大法 世家文佛之天宫 世家呢 模拟就是文的意思 所以有时候呢 他在里面称为世家模拟佛 有时候称为世家文佛 那我们知道 华言心是世家模拟佛呢 在普立世家成佛之后 立即呢 以法生到了刀立天为他的母亲 母言妇人呢 七处九会所说的经典 所以世家文佛之天宫 就是成佛了 成佛了以后呢 立刻呢到立天呢 说了这个华言心 我们现在就是华言心 立天人者久远一天 他说大海久远金石洞 福光远远金乃放 好 跟刚刚也都提到过 一佛出世之前没有佛法 众生久远使安乐 大背音声久远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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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慈悲的声音是什么呢 佛法 佛法是最大之慈悲音声 大背音声 久远远 功德彼岸皆一道 久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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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彼岸 接一到 搅拌黑暗接一面 最極清淨如虛功 不然是法有蓮法 后面的这些团之间对释迦牟尼佛的赞叹 最極清淨如虛功 最極清淨如虛功 不然是法有蓮法 不被三界内的红尘所污染 所以很喜欢形容蓮法出淤泥而不然 大摩尼尊献于世 赞叹释迦牟尼佛 大摩尼尊献于世 例如虛迷出具海 就像虛迷山呢 突然耸立在海上 供养人尽一切苦 供养必得诸佛之 能够供佛 能够供养世尊呢 能够供一切佛呢 能够供养老祖师大在王佛法身佛呢 就能够将一切的苦啊 毅然 生生世尊所造的业 一定能够清淨掉 供养人尽一切苦 供养必得诸佛之 此因供供养 供养必得诸佛 供养 世故 歡心 供养佛 無所不供啊 一切可供 一切可供 此因供处 供無等 最上供 以心做最上供 事故歡心供養活 如是無量諸天女 發此言辭 讚嘆儀 大家就這麼讚嘆啊 發此言辭 讚嘆儀 發此言辭 讚嘆儀 之前呢 有金剛杖副校 以不可思議神通力 令所有的天女們 一起讚嘆世尊 發同一聲音 不然你說一句 我說一句 各說各的就很吵雜 一切恭敬喜充滿 瞻仰如來莫然住 一切恭敬喜充滿了歡喜呢 讚嘆完了以後 就看著世尊 四十大事舉脫月 四十大事舉脫月 fluid 葡萄就繼續問阿 父親無畏 金剛杖 就再請金剛上佈上繼續說下去 他說第五地中諸形象 唯願佛子未宣書 請他再講一下 五地再來是如何 第五地中諸形象 他說麻煩您唯願佛子未宣書 大部分是對八道路 他就說這兩個長者 我爹前一句太誇張了 我爹前一句太誇張了 我爹前一句太誇張了